红誓愿者泛至佛菩萨宏大之誓愿 这个红誓愿广泛来说 就是诸佛菩萨们所发的广大的誓愿 那么下面呢 再具体来说 金言思红誓愿则专至 法藏菩萨之四十八愿义 前面是广说 那这里呢是单独来讲 我们看金文呢要很细心 四十八愿任何一愿都包括其他四十七愿 发思愿意 由愿生起无边殊胜妙恨 这里就讲到因了 还讲到果 什么是因呢 愿是因 有这个因就有行 行动 有了行动 当然呢就会有一个结果 这一点呢 世书世间法没有例外的 所以我们看中国古人呢 都在教导年轻人 从小要立志愿 人呢如果没有立志 他这一生呢不会有成就的 就算他这一辈子再怎么精进 再怎么勤奋 奴隶 他没有一个方向 他不晓得他的未来是什么 世间法如此 初世间法呢 更注重 要立志 我们这个立志啊 进土中最好说 方向嘛 你要去哪呢 西方基督世界 去基督世界做什么 要见阿弥陀佛 向他老人家求学 希望在那边 快快成佛 在去之前 深入这部无量手镜 通过学习这部大经 拓宽我们的心量 你看这个四红诗院多好 四十八院 太棒了 愿愿都是教我们大家 要能够有 新包太虚 量舟 杀戒的 大信量 古人说得好啊 量大福大 朱东修 您福报大不大 您福报挺大的 因为再过几年就去极乐世界做福了 是不是 这个福报 那其他的福报比不上呢 您都要去做福了 那福报是最大的 不但福报是最大 您的智慧也是最大 别人还不想了生死 您呢 每天都在琢磨 怎么样把这个福报练好 所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的小家子气 要大信量 什么都能够包容 什么事情都不往心里去 好事坏事都不理他 不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只有一段事情 就是念阿弥陀佛 的确实这部经呢 是一个很好的指南 告诉我们大家 这个信解行政 怎么样去做 我如何做到真心 如何能够圆解 如何能够笃行 如何能够正果 这个正果就是说 念佛升到极乐世界 再多说一句 也是蛮重要的 在现在末法时期 修学佛法 真的要靠自己督促自己 你想想是不是 现在佛菩萨不在世了 祖师大德都已经入斑列盘了 那师父上人去年也都往生了 你看现在怎么样 只能够靠我们自己了 同餐道友最多劝一劝 他也不可能一天到晚都说我们吧 说多了我们也觉得很烦 所以只能够靠自己认真读经 认真听经 认真地依教奉行 现在大家都还年轻 等到年九十一百了 那时候觉得怎么呢 老了 老了 接着就有什么问题呢 身体就不利索了 想念佛没力气 想拜佛身体不行 想看经书眼睛模糊 想听经耳朵听不清楚 想吃饭牙齿都掉得差不多了 装个假牙也不方便 总而言之 上了年轻的人苦救 一个接一个 所以一定要在自己 身体还能够用得上 就应该多念佛 可惜我们现在还是看了一些 退了修的同修 他不肯用功 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他 说他的话 他毕竟上了年龄了 都是祖之辈的了 他都有孙子了 那我们再说他 那就对方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就不说 什么时候说呢 上台才说 上台看了经文 我们就顺便提一提 但是私下我们一般 都是对大家要客客气气 礼尽诸佛嘛 后面再说 本品开张名义 其低句 直约 做真实会 此一句子 那一切妙横之大本 为无量人天 开正言 我们这部经呢 一开头 第一句话 就着重强调什么呢 住真实会 说实在的 能够住在真实会的人 那都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都住在哪里呢 住在贪嗔痴 住在明文利阳 住在财色明利 住在那自私自体上面 法身菩萨 法身菩萨 是真正住在真实会当中 人家把贪嗔痴 人家把贱私祸 断掉了 又把 沉沙祸 断掉了 还把无名祸 断掉了 所以他伸到哪里去呢 伸到这个世报图去 人家用的是真心 那我们再看法障菩萨 我们看了前面有介绍嘛 他其实在 跟世间自在王佛求学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地上铺上 大家应该记得吧 地上铺上 不得了 在那个时候 他的地位就这么高 而且他还是在家的时候 地位就这么高 所以他呢 时时刻刻都是心 安住在真实智慧当中 如果不是大车大物的人 做不到这一点 也因为他在家的时候 就这么样的殊胜 以后出家修学 成就超过其他同学 为什么成就那么大呢 经文里面也有提到 他能够做到 勇梦精进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同时呢 他还 专制 庄严 秒图 这一点呢 他还真的把它实现了 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子的 说到自己 他是 祝真实会 勇猛精进 对别人呢 是 一项专制 庄严 妙图 这是成就 一切大众 怎么讲 让 尽虚空 变法界 所有众生 都能够有一个 安居乐业 修行的 好地方 甚至那里 什么都不用操心 我们到极乐世界去做什么 只有一桩事情 就是 修行 你 感谢观看